如今在娱乐圈有很多地位高的演员,他们非常珍惜自己的作品,必须要接好的剧本,遇到好的演员,所以一般能力不是很强的导演,都不敢找一些地位很高或者演技非常好的演员合作。 而秦海露就是其中的一位,秦海露其实出道很早,已经在演员这个行业几十年了,她演过很多角色,有非常好的观众基础,她是靠着自己的演技成功的。 近些年来关于明星片酬这样的事情,可以说是除了演技之外被网友讨论最多的事情了,但明星们很少有主动谈到这个事情的,当然很少不代表没有。 秦海露之前就在某节目当中坦言演员不差钱的问题,而这种大实话很少有人提出来,毕竟可能会得罪娱乐圈的一大批人。 秦海露之前就在某节目当中称,演员拍一部电视剧的片酬很可能就是普通老百姓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了,更别说一年来可以拍好几部电影或者电视剧,所以演员是不可能差钱的。 当然不排除那些没有名气的演员哦,而秦海露自己作为一名演员居然能够大胆地把这件事情给说出来,由此可见她的性格是非常耿直的。 不过说出来也没有什么不好啊,毕竟明星的片酬主要还是由观众来决定的,如果一个明星没有人喜欢,没有人去看她的电影或者电视剧,那么她的名气肯定会急速下降。 这时候她的片酬肯定不会高,甚至连片源都接不到。 除了片酬的问题之外呢,她还直言抨击过某些流量明星不被台词,网上有人好奇不被台词怎么拍的戏啊。 真相就是,有些演员啊会用念数字这种方式来代替说台词,秦海露对此啊嗤之以鼻,她说如果谁在跟她拍词的时候敢念数字的话,可能直接就上过去了。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啊,秦海露是一位非常负责任的演员,其实完全可以从她平时生活中看出来,她出道至今几乎没有绯闻,而且说话分饰啊,感知霸气。 周迅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跟秦海露合作拍戏的时候,每次都需要提前背好台词,因为秦海露在拍戏的时候可以一字不落地把台词给背出来。 这一点就让周迅觉得十分敬佩和惊讶,毕竟现在像她这种努力又敬业的演员很少了,秦海露并没有像其他明星那么的出名, 但这也不妨碍她早早成为大满贯的影号,这也许是她能够保持着直说的底气,很多人不敢说的话她都敢说出来。 就像中餐厅上的表现来看,很多人都吐槽过黄小明在节目中的专制和霸道,在节目中也有几位嘉宾对黄小明不满,但都不敢说,只有秦海露敢给黄小明翻白眼。 其实别说当时节目中的几位嘉宾了,就连工作人员也只敢对黄小明的策略,提出疑问和建议而已。 秦海露的这一种举动也受到了很多人的称赞,她敢说实话,敢直接怼人的性格,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 毕竟现在的时代跟以前的时代有所不同了,人们看待明星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对此大家怎么看的呢?